猎狗群和野狗群又干起来了 野狗小弟们激火围攻猎狗大哥 搞得猎狗大哥只能蹲坐在地上 生怕自己的菊花遭殃 这野狗和猎狗群的恩怨由来已久 也不知道他们今天又有什么矛盾 这六只猎狗二哥正在草原上闲逛 突然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里 原来在不远处 有一头大象的尸体 对于猎狗二哥们来说 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过等他们走近一看 才发现在大象的身体上 还坐着一只野狗 不过野狗二哥们并不担心 毕竟自己有数量上的优势 就算是硬抢也能抢过来 于是猎狗二哥们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直接赶走了野狗小弟 看到野狗小弟一步三回头地越走越远 他们才大口大口地吃起了大象肉 不过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自己的这个行为将会酿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其实野狗小弟并没有走远 而是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搁开自己的同伴 原来在几分钟以前 野狗小弟和同伴一起发现了这头大象 为了以防万一 他决定自己留下来看着 让同伴回去告诉野狗老大 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 整个野狗群好几天的口量 然而没想到猎狗二哥们如此不脏 上来就以多欺少抢走了大象 毕竟这头大象是自己先发现的 无论如何都不能这么轻易地 被猎狗二哥们抢走 猎狗二哥们刚刚抢走了 野狗小弟盗嘴的食物 下一秒对方就带着自己的同伴杀回来了 看来野狗和猎狗之间的恩怨越来越深了 也不知道野狗群 还能不能把属于自己的食物抢回来 接到消息的野狗老大 很快就带着其他小弟赶到现场 被猎狗欺负了的野狗小弟 看到老大出现 不由得有些委屈 于是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讲得出来 要知道 野狗和猎狗一直以来相处的都不太合适 他们这样做无疑是在挑衅自己 于是野狗老大下令 哪怕今天吃不到大象肉 也要让这群不讲武德的猎狗二哥付出代价 野狗老大带着五个小弟准备和猎狗群 来一次正面交换 然而猎狗群却不为所谓 毕竟野狗的数量和猎狗的数量旗鼓相当 如果贸然开打 谁胜谁负还不好说 猎狗二哥们还在继续吃着大象肉 搞得野狗群进退两难 不过这样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 原来其中一只猎狗二哥看到野狗群后 不想参与这场打斗 于是不知道躲到了哪里 数量上的差距让野狗老大恢复了气势 直接带着小弟冲了过去 野狗老大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恶战 没想到猎狗群面对野狗的进攻 纷纷四散而逃 原来这六只猎狗二哥是在流浪的时候认识 彼此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 所以一遇到危险都是只顾自己 根本不考虑其他几个好兄弟 不过这却让野狗群有了可乘之机 轻轻松松就占据了上风 猎狗二哥们已多欺少 抢夺野狗小弟的食物 没想到下一秒野狗老大就带着小弟杀回来了 只想报名的猎狗二哥被吓得四散逃命 看来猎狗之间的兄弟情也不过如此 也不知道猎狗二哥们今天能不能全身而退 猎狗二哥们都不想当出头鸟 于是只顾着四处逃命 而野狗小弟们也抓住机会 准备逐个鸡婆 野狗老大带着小弟们围攻了猎狗大哥 把他吓得只敢蹲坐在地上 死死地护住自己的菊花 生怕自己遭遇无望之灾 不过奈何猎狗兄弟们不靠谱 都不打算上前帮忙 野狗老大带着小弟们很快就把猎狗兄弟们打得落花流水 看来猎狗兄弟们今天也要沦为野狗的盘中餐了 不过等到野狗老大一寻死 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少了一只猎狗 原来在野狗群刚刚打过来的时候 猎狗老六就悄悄躲了起来 而他藏身的地方竟然是大象尸体的肚子里 由于刚刚吃饱喝足 此时的他竟然呼呼大睡了起来 野狗老大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身影 一时间也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猎狗老六必然也避免不了被野狗当成食物的命运 如果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团结合作 说不定野狗群早就被击退了 奈何猎狗六兄弟都太自私了 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快看 这只长颈鹿被狮群团团包围 狮子们看上去已经很久没吃饭了 看着眼前的长颈鹿眼睛里都冒出了金光 不过此时的长颈鹿还在想尽办法突出重围 这群狮子真是不讲武德 竟然还学会了以多欺少的招式 真是让人无语 长颈鹿作为陆地上最高的动物 虽然平时只喜欢吃草 但是它们却凭借着庞大的体型拥有了很强的战斗 即便是大型肉食动物都很难给它们造成伤害 不过画面中的这群狮子却不认为长颈鹿有这么厉害 此时的它们鸡肠鹿鹿 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饭了 正当母狮们准备出门觅食的时候 一只长颈鹿突然出现在了狮群的领地 面对这个送上门的食物 狮子们哪有聚之门外的道理 况且只要能够搞定长颈鹿 那么整个狮群的伙食都有了着落 狮王看着眼前的长颈鹿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不过他只能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直接召集了整个狮群 从不同的方向一起进攻 才能保证长颈鹿没有逃跑的可行性 这狮群已多欺少 实在是有些不讲武德 此时的长颈鹿还在专心地啃着树叶子 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正在靠近的狮群 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位于包围圈的中心了 长颈鹿实在是太无语了 自己只是出家吃顿饭 怎么就沦落到这种地步了呢 长颈鹿只是出门吃了个饭 却被狮群团团包围 差点就沦为了狮子的盘中餐 面对狮群的进攻 长颈鹿可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发挥出了自己全部的实力 也不知道长颈鹿能不能突破狮群的包围圈 长颈鹿看着眼前的狮群 已经彻底猛逼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不知所措 只想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不过他环顾了四周后才发现 自己早就被包围了 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母狮们此时也看出了长颈鹿的心思 直接朝着他扑了上去 准备给长颈鹿来一个出其不意 不过长颈鹿实在是太高了 母狮们费尽了全身的力气 才碰到了他的大腿 这未免有些太丢人了 不过狮子们并没有打算放弃 如果不能杀死长颈鹿 整个狮群都要被饿死了 由于长颈鹿的身高让狮子们望尘墨迹 所以母狮们一致决定 从他的后腿以及屁股入手 不停地撕扯着长颈鹿的大腿 试图让他无法站立 不过让母狮们没有想到的是 长颈鹿的腿虽然看上去又细又长 不过力气却是非常大 在进攻的过程中 长颈鹿因为疼痛而不停地踢自己的腿 好几只母狮不慎被踢到 直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差点都站不起来了 此时狮群中伤亡十分惨重 而长颈鹿的身上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 看上去双方都伤得不轻 然而就算是这样 狮子们依旧不愿意放开长颈鹿 真是太贪心了 狮群已多欺少包围长颈鹿 奈何母狮们不争气 不仅没能杀死对方 而且内部伤亡十分惨重 狮王彻底看不下去了 最终还是准备自己出手 不过他似乎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下场比母狮们还要凄惨 在前半场的打斗中 一直都是母狮们冲锋陷阵 而狮王则在一旁观战 不过狮王的耐心终究还是有限的 看着母狮们一直没能取得大的进展 他终于还是忍不住自己出手了 狮王十分自信地认为 只要自己出手 必然能够快速解决这只长颈鹿 狮王自信地走到了长颈鹿的屁股后面 准备扑上去撕扯一番 狮王不愧是狮王 轻轻松松就跳到了长颈鹿的背上 只不过长颈鹿明显感觉到了身上的疼痛 不停地挣扎 狮王一个不慎直接摔了下去 这也太丢人了 长颈鹿像是抓到了机会 为了防止狮王顾忌重影 他直接一脚踹在了狮王的头上 遭受了猛烈撞击的狮王瞬间昏死了过去 母狮们看着眼前的情形不由地面眉相去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过再继续纠缠下去 母狮们必然捞不到好处 经过了再三思考以后 母狮们十分默契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长颈鹿也不想继续纠 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 只留下狮王凌乱地躺在地上 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苏醒过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只公牛也太可怜了 自己的命根子竟然被比特犬盯上了 对方一口咬住还死不松口 疼得公牛冷汗直流 这比特犬真是不讲武德 也不知道公牛干了啥事 竟然能让他下如此黑手 原来这只比特犬是公牛主人朋友的爱宠 由于两位主人有钥匙商谈 所以才把比特犬暂时带了过来 一开始的时候 比特犬表现得非常听话 看上去毫无攻击性 主人看到他这个样子 便放心地进了屋子商谈正式 只不过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比特犬的听话只是表面现象 下一秒做出的事情 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比特犬百无聊赖地在院子里乱逛 突然一只正在吃草的公牛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对于比特犬来说 平时很少能接触到这样的动物 所以他准备凑近仔细研究研究 此时的公牛并不知道自己的家里 来了这样一位不速之客 上一秒他还在慢悠悠地吃着饭 然而下一秒就直接陷入了危险的圈套里 比特犬在公牛的身边绕了两圈 好奇地打亮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 随后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静止走向了公牛身边 然后一口咬住了公牛的命根子 把公牛疼的饭都吃不下去了 身体上的疼痛让公牛停止了思考 为了防止自己的命根子被拽断 他只能闻闻地待在原地 嘴里不停地发出哀嚎声 希望比特犬能够自己松口 比特犬竟然盯上了公牛的命根子 想要一口直接咬下来 可怜的公牛毫无准备 就遭遇了这样的无望之灾 难不成他今天就要变得公不公母公母 这未免有些太可怜了吧 公牛发出的哀嚎声 很快就吸引了主人的注意 公牛主人此时也顾不得弹势 连忙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惊呆了 没想到自己才几分钟没看 就发生了如此尴尬的事情 比特犬的主人此时也跑了出来 看到自己的狗子如此猖狂 不由得有些无语 他连忙冲了过去 希望比特犬能够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松口 奈何比特犬看到了自己的主人 不仅没有心虚 反而更加兴奋 还仗着自己由主人撑腰 咬得更加起劲了 比特犬的主人此时也有些不知所措 要知道 这个品种的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咬猪的东西绝对不会轻易松口 看来公牛的命根子 今天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公牛的主人快急死了 这只公牛是自己家里 为数不多能够配种的人 一旦他的生殖器毁掉 那么损失可就太惨重了 然而此时比特犬的主人都不敢上前阻止 要是自己再不为所动 那就真的完蛋了 为了避免给自己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 公牛主人直接拿起了一根木棍 重重地打在了比特犬的身上 也不知道比特犬能不能就此收手 比特犬仗着由主人撑腰 死死地咬住公牛命根子不松口 用棍子狠狠击打都没办法让它停下来 真是太倔强了 不过下一秒母牛却挺身而出 誓死捍卫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 真是太厉害了 此时的比特犬正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 无论是用棍子打还是用石头砸 它都像是感受不到疼痛一般 依旧死死地咬住公牛的命根子 公牛主人这下彻底没办法了 看来只能认命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的母牛突然冲了过来 它实在是无法忍受自己的老公变境 为了捍卫自己的幸福生活 直接挣脱了绳索冲了过来 势必要给比特犬一点颜色看看 母牛实在是太生气了 对着比特犬就是一顿胖作 搞得比特犬头都晕了 直接就送开了咬着公牛命根子的嘴巴 公牛彻底得救了 此时的它顾不得别的 一溜烟跑到了安全的地方 比特犬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准备给母牛一点教训 好在牛主人反应迅速 直接一棍子把它打飞了出去 比特犬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一时间感觉有些尴尬 而此时比特犬的主人终于找到了机会 给比特犬拴上了狗绳 比特犬的主人自知理亏 带着比特犬连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好在公牛和母牛都没有受到伤害 真不愧是勇敢牛牛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